美国驻韩国海军2月19号举行了将基地从首尔迁到港口城市釜山的仪式 美国驻韩国大使利伯特、美军驻韩国部队司令斯卡帕·罗蒂 以及韩国海军中将李基植参加了驻韩美国海军基地迁移的剪彩仪式 美国海军北卡罗来纳号核动力潜艇和韩国海军宙斯顿驱逐舰在基地海港内并排停泊 釜山基地在首尔以南417公里 美韩两国海军司令部现在汇聚在一处 我想这将进一步加强使我们联合力量强大和独一无二的所有因素 我们有坦诚的沟通、共同的价值观、不间断的合作 韩美两国表示朝鲜在2月7号发射火箭是一次远程导弹实验 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禁止朝鲜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的决议 但朝鲜表示只是发射了卫星 我相信美国驻韩海军和韩国舰队司令部在同一个地点面对面合作 将加强韩美联盟和两国海军联合作战的能力 这将为遏制北韩进一步挑衅维持朝鲜半岛和平发挥关键的作用 美韩两国预计也将开始商讨部署先进的 用于末端高空域防卫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 韩国官员说两国定于今年3月 开始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也将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演习将持续8个星期 双方各有数万军队参加 VOA卫视新闻报道 谢谢大家